小叶小叶 叔叔你来了进屋里面坐 坐就不用了你妹妹了叫他出来 他在楼上看电视了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他刚刚好事把我的榴莲刀偷吃完了 妹妹是真的吗 我没有 还在狡辩除了你还有谁 刚才就你在我家门口玩 谁不知道你贪吃啊除了你还有谁 我偷吃没有了 小孩子好多不喜欢学生大小中生 不好意思了这钱你拿就行了 这样还差不多 奶奶你怎么就给他钱了 站在他喊在地上 我们了解清楚再说 哎呀妹妹不要哭了哥哥相信你 流量太贵了哥哥没钱买 这样子买其他的给你好不好 那我要扫底车 那我出去找找 别哭了再哭就不必要这样了 老板 老板 这里有烧饼吗 烧饼 嗯 这里应该有卖吧 妈刚才那么吵发生什么事了 吃妹妹挑人家的榴莲 人家早上门来了 大姑 哎妹妹不可以这样子的 想吃榴莲的话 大姑今天刚好拿了一大箱来 真的大姑 对 妹妹妈过来吃榴莲的 大姑每次买很多东西来 妈你尝尝吃了 嗯 尝尝有肉 正下的收起来 你们慢慢吃 老板这有烧饼卖吗 没有烧饼 那我们都榴莲给他 小店也很喜欢吃榴莲了 爸 你回来啊 你妈的榴莲太香了 什么 我放在车上的榴莲是你吃啊 嗯 妹妹只有吃薯饼了吗 你和弟弟一二一个 和薯饼也可以哈 到晚上我再吃 刚才我吃榴莲我都吃饱了 哪有榴莲吃呀 大姑妈回来呀 放榴莲炸的 哦那我去吃榴莲肉 嗯 真香 香 啊小店太太不好意思啊 错怪你们了 刚才 那个榴莲是我儿子吃了 啊不干事了 弄去找就好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那我先回去了啊 出发饭就走啊 拿你的牛奶啊 不用了不用了 哈哈